- Watch me dance to the beat of my heart - 誰撕妳的韓國拉麵 - 人皮花椒 - 不錯啊 有在劇院吃飯嗎 - 哈哈哈哈哈哈 - 我們一起來開箱 - 這一堆 - 明明說好要減肥 - 可是卻會讓妳胖的東西 - 哈哈哈哈哈哈 - 不是說好小朋友上課就要開始減肥嗎 - 結果我剛剛啊 - 就是打開看到這一袋的時候就 - 滿頭問號 - 因為剛剛大陶他一個人 - 就是開車一個多小時 - 到接近華人區的地方去看醫生嘛 - 他想說都已經開車開了這麼遠了 - 就不要浪費 - 絕對要去逛華人超市 - 那他一逛華人超市之後呢 - 就發現 - 哇 怎麼有這麼多星期 - 沒有看過的東西 - 就忍不住買買買買買回來 - 當然就是也希望能夠分享給大家 - 我覺得大陶真的非常的可愛 - 他是一個看到奇怪的東西就想買的人 - 哈哈哈哈 - 他很勇於探險 - 勇於嘗試新鮮事物 - 我自己本來覺得 - 我就已經是夠好奇寶寶的那種雙子座了 - 就是有一些新的東西我會想試試看 - 但是對於吃呢 - 我本來都是沒那麼挑剔 - 沒那麼建議的 - 我是一個只要家附近有我喜歡的 - 餛飩麵攤啊 - 烏龍麵攤啊 - 或者是古東粥啊 - 我幾乎可以天天吃它 - 或者是我到那一家店 - 我就是點固定的那幾個東西 - 但是呢跟大陶在一起之後 - 我們就變得到處去探險 - 就是會 - 欸 什麼東西沒吃過就吃啊 - 對 - 我覺得最有感的是什麼呢 - 我們每次去7-11在台灣的時候 - 我永遠都是拿我喜歡喝的 - 像是百豪烏龍 - 或者是一些花茶 - 茶類的 - 但是大陶永遠都是在看 - 欸 有什麼新出的 - 然後就買那個新出的 - 那很不怕採雷 - 我是一個如果採雷 - 我就會不高興的人 - 你覺得你是哪一種人 - 你是大陶的個性 - 還是我的個性 - 好啦 - 我們兩個混在一起 - 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 那我來看看 - 他買了些什麼 - 第一個呢 - 就是 - 肥死你的韓國拉麵 - 泡麵會胖也就算了 - 知道嗎 - 這一份竟然是 - 跟大陶的身材一樣 - 他不在旁邊就一直講他壞話 - 這樣對嗎 - 我不知道 - 是有多愛吃泡麵的人 - 會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創意 - 或者是 - 欸 其實很適合家裡 - 要開派對 - 就是有幾個朋友要聚在一起 - 這一包是 - 四倍泡麵 - 它是一個碗 - 一次 - 打開這個包裝之後 - 你就要泡四包 - 它就是一份 - 會太大了啦 - 接著這一個的話呢 - 這個是我看到我也會想買的耶 - 我不知道為什麼 - 我對蘭州拉麵 - 這四個字 - 很信任 - 我覺得我 - 就是 - 不管是在台灣也好 - 或者是到了美國之後 - 所吃到的蘭州拉麵 - 都很好吃 - 即使他們的味道都很不一樣 - 對啊 - 蘭州拉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我吃過蘭州拉麵是 - 白胡椒味非常重的 - 就是 - 你喝那一碗湯 - 我覺得我喝了一大匙的 - 那個胡椒的感覺 - 很好吃 - 那我也吃過 - 完全就是不是那種胡椒味 - 反而變成是花椒味 - 然後清燉的那一種 - 它也叫蘭州拉麵 - 還有那種麵店是 - 湯頭還是有一點深色的 - 然後那個也叫蘭州拉麵 -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 蘭州拉麵是這種 - 有紅油的感覺耶 - 因為有紅油我就會覺得 - 它比較是那種 - 川味的那種感覺吧 -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齁 - 接著呢 - 這個是重慶小麵 - 我覺得大頭在 - 收集地裡的感覺 - 就是看到蘭州 - 欸看到重慶那也買一下好了 - 我覺得這種重口味的麵 - 都不太會令人失望 - 山西刀削麵 - 欸這同一家族的吧 - 就是 - 就是這個系列 - 出了一堆 - 就是不同地名的 - 山西刀削麵的話呢 - 我應該會比較喜歡 -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這種拉麵 - 那種比較粗的寬麵啊 - 刀削麵的麵條 - 好 這個圖片也確實就是色香味俱全 - 人比花椒 - 我椒我醜 - 麻辣的 - 喔這包裝非常的復古可愛耶 -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 是什麼呢 - 喔 好貼心喔 - 我以為打開就是像洋芋片一樣 - 一堆對不對 - 沒有 - 它這小包裝非常的好 - 你不用說一次要吃太多 - 或者是又要蜜蜂很麻煩 - 包裝好漂亮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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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那麼圓 - 我就已經聞到濃濃的花椒味了 - 好嗆喔 - 看它長這樣 - 喔上面都滿滿的粉 - 然後有黑芝麻的感覺 - 喔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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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去喝杯水 - 沒有很辣 - 大概就是小辣左右 - 嗆 - 非常的恐怖 - 吃進去的時候絕對不能呼吸 - 你那個 - 我剛剛哈哈哈哈 - 是努力要吐氣 - 絕對不能吸氣 - 你吸氣的話會被嗆到 - 我就要謹慎 - 先不要吃第二顆好了 - 對 - 非常的夠味 - 可是我覺得有點接近整人的感覺了 - 它真的太嗆了 - 不能呼吸 - 真的完全不能呼吸 - 你一吸的話就 - 噢噢 - 好恐怖 - 它口感的話呢 - 其實跟這種模範生點心麵還蠻像的 - 就是脆脆的 - 那個比較偏硬一點點 - 我們家呢 - 基本上是 - 只要去華人超市 - 都會買這個模範生點心麵 - 但因為還好現在離婚超市很遠 - 所以我們大概 - 就是一兩個月才會買一次這樣子 - 那小套的也非常的喜歡 - 所以大陶買了一包辣的 - 一包不辣的 - 不辣的這個呢 - 就是 - 日本豬肉 - 豬骨湯吧 - 豬骨湯味的 - 好 重點心麵呢 - 絕對是 - 不踩雷 - 隨便買都可以的 - 那 - 應該不用試吃了啦 - 大家都知道這什麼味道吧 - 我剛剛打開冰箱 - 想說大陶一定還有買其他東西 - 然後他自己可能先冰起來了 - 果然沒有錯 - 果然被我發現了 - 他買了一個甜不辣耶 - 那這個的話呢 - 我記得他的口感是還蠻Q的 - 蠻好吃的 - 那上次呢 - 我們不是有去那個 - N T Foods - 然後有買那個 - 台灣的甜不辣嗎 - 有許多網友非常好奇 - 到底好不好吃 -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好吃的 - 但是跟我們預期中 - 在台灣 - 會吃到的那個甜不辣 - 還是有一點不同 - 它還是稍微硬了一點 - 我自己的做法呢 - 就是先把它燙過之後 - 再丟氣炸鍋 - 會很好吃 - 如果你直接就把它放氣炸鍋的話 - 那口感就整個是偏硬的 - 所以呢 - 就是如果要買甜不辣的話 - 你就可以先燙過 - 或者先蒸過 - 讓它整個都已經先 - 砰砰軟軟的 - 然後再去氣炸鍋 - 只是稍微讓那個表皮 - 就是比較脆一點點 - 就是我們比較喜歡的甜不辣的做法 - 然後在台灣買了谷汁排骨 - 好 跟一包13蝦小龍蝦腸粉 - 就是這種小點心 - 可以讓小陶的回家的時候 - 就是吃點點心 - 這腸粉它的品牌叫做陶陶居耶 - 陶陶 - 好 然後呢 - 它還買了一份老痰酸菜牛肉麵 - 也是這種冷凍即時包的 - 我覺得我們上次買的那個鍋生說 - 就已經很好吃了 - 我喜歡鍋生說的 - 然後以這種泡麵來說啊 - 就是有一款叫做湯好喝 - 那個真的好喝 - 湯真的很好喝 - 好 那我趕快來收一收 - 等一下又要去接小孩了 - 待會見 - 等一下又要去接小螃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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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哈哈 - 直接跳了會被拉走 - 哎呀哎呀哎呀 - 三角拔回 - 這個籃球訓練有點像闖關遊戲一樣 - 第一個呢是投籃訓練 - 第二個呢是體能訓練 - 第三個呢現在要進行的是 - 直接跟隊友對打 - 然後最後一個呢 - 一對一的防守投籃訓練 - 好 我們要結束 - 然後下一場的人又來了 - 超級多人的 - 今天真的超熱的 - 外面大概是40度左右 - 然後呢小桃德剛運動完 - 衣服脫下來是全濕的 - 感覺都快要可以擰出水了 - 現在頭髮還是一直不斷的在冒汗 - 所以呢 - 他現在沒有穿衣服 - 讓他吹冷氣一下 - 就是先舒服一下 - 等一下再幫他換衣服好了 - 好 那我們剛剛呢 - 就是放學接了他之後 - 就直接去籃球場 - 就是訓練籃球嘛 - 那訓練到5點多一點點 - 那現在的話呢 - 就是等一下在車上吃個麥當勞 - 緊接著他就要去上表演課了 - 表演課是6點還好 - 但是現在路上可能會稍微有點塞 -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在車上吃 - 然後等一下再看到那邊幾點 -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走這個路線跟排程 - 這邊有個大老闆 - 沒有穿衣服還要辦公 - 哈哈哈哈 - 呵呵呵 - 修路花了兩條道路耶 - 哇 - 這邊有監控 - 可以看到小朋友上課的情況 - 要去上課 - 要去上課 - 行 - 行 - 行 - 這邊有監控 - 可以看到小朋友上課的情況 - 看兒子表演喔 - 不錯喔 - 有在劇院吃飯的感覺 - 哈哈哈哈 - 笑得好開心 - 笑得好開心 - 笑得好開心 - 果然 - 笑得好開心 - 哇 - 那真的劇本 - 孩子開學之後呢 - 忙碌的生活又開始了 - 每天要開始接送小孩子的課後輔導活動 - 那他目前已經成功順利的加入了他的AAU旅行籃球隊了 - 他非常的開心 - 目前的話呢 - 是一週會有訓練兩天 - 然後還有加上現在還沒有要出去比賽嘛 - 可是下個月才開始就是週末會出去比賽 - 那目前的話呢 - 就是為了讓他們團隊 - 就是有新的成員嘛 - 能夠那個團隊默契更好 - 所以呢現在連禮拜六都要練籃球 - 等於他現在一個禮拜練三天 - 一天都是一個半小時 - 那除了他的籃球訓練之外呢 - 因為小桃德還有很多感興趣的事情 - 例如像他的那個樂隊 - 就是搖滾樂團他也是想要繼續加入 - 然後還有下次他還喜歡街舞 - 所以街舞也還會繼續進行 - 好那這學期呢 - 爸爸幫他新加了一個才藝課程 - 是表演課 - 我覺得非常的棒 - 就是我跟大桃是演戲認識的嘛 - 所以看著小桃德可以從表演去 - 更勇於表達自己 -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事情 - 也確實當我開始學表演之後 - 嗯...不能說是口條會變好啦 - 而是你會更勇於面對真實的自己 - 不只是面對鏡頭 - 而是你會知道說自己的很多缺點 - 尤其當你相機一錄起來的時候 - 你就會發現 - 哇我怎麼那麼多口頭禪 - 就是...對 - 就是我覺得表演看來是很重要的 - 所以讓小朋友訓練 - 他可以從小就掌握 - 如何就是看起來更得體一點 - 那上個禮拜啊 - 他們就只是比較基本的一些玩遊戲 - 有點像是互動的那種感覺 - 然後就是模仿前一個人的動作 - 比較是肢體的開發 - 那這個禮拜呢 - 小桃德竟然開始拿劇本了耶 - 你看 - 我還把劇本就是多印了一份 - 然後我們就可以像是爸爸跟小桃德啊 - 我們就互相拿著劇本 - 然後在角色扮演 - 一個人當霸凌者 - 然後一個當聰明的小孩 - 然後我們就在家裡 - 等於說把他的演戲課程的腳本 - 也變成我們家庭的親子遊戲的概念 - 讓他就是跟我們一起玩 - 就是有跟爸爸對戲 - 也有跟媽媽對戲 -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好不好 - 最重要就是 - 最重要的就是 - 你沒有記住的線 - 只要記住在這裡 - 最重要的就是 - 最重要的就是 - 最重要的就是 - 什麼呢 - 是不是 - 你說的 - 而是 - 而是 - 其他人說的 - 每個人說的 - 你會有一個反應 - 對 - 沒什麼反應 - 但還是有反應 - 今天 - 也沒有很熱 - 也沒有很冷 - 也沒有很冷 - 又是你反應 - 這樣是正確的一個反應 - 你就覺得 - 哇,你在講什麼 - 正確的反應 - 真是 - 這樣是一個好的反應 - 正確的反應 - 要是 - 你必須要是 - 實行的反應 - 你不能夠只保留我嗎 - 讓我只保留我嗎 所以,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不必要做普通人们, 一直在眼睛看一眼, 没有 有些新上演习课的人, 新演习的人,新演员在学校, 他们做这个, OK,看 今天什么是在背包里面? Nothing 看来不像我一样, 帮我一样 为什么他做这个给我? 对,OK 如果你说什么,我会看你 我会看你,所以我可以回应你 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 很多人, 不可能, 不可能,有些人都不看一眼 所有人都在眼前, 有些人都在眼前, 有些人都在眼前, 他们在眼前, 他们就看了电视, 然后在电视上, 然后,他们就看了电视, 然后,他们在眼前, 好吗? 你怎么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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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这么困难, 你怎么会这样的? 或者, 或是这样 可你只留下他了吗 或是你只留下他了 像你害怕 对 如果我一直在说这些东西 会不会很乱 我需要选择一些选择 所以这就是为了 在学习你必须要跟伙伴 要有各种选择的选择 什么是在这里 什么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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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什麼意思 就把我放在一起 你看你是不是在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在笑嗎? 其實笑也沒有一定是錯的 嗯 有時候你在笑 你在怕的時候會不會也是有點 笑如果你在我跟不認識 有時候你會比較偏偏 就是像一個笑話 我拿你的錢 然後你拿早上的飲料 不就讓你去找一位子 那邊找一位子 我對 你以為了很多人的小孩 你來吧 我拿你來自一個小孩 我拿來自一個小孩 我就把我拿來自一個小孩 還要給我 我不是我拿來自一個小孩 我拿來自一個小孩 是不合理人的 你懂得跟小孩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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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有機會 就算 Around Um Zero What Are You Some Kind of Therapist You Wanna be Alone Yeah で look at this 那是你的餐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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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兩塊錢嗎? 還有一些小塊錢嗎? 沒有 給我一點錢,來吧 沒有 來吧,這是你的餐料嗎? 你瘋了嗎? 去家裡告訴你媽媽 給我一點點餐料 你瘋了 你瘋了嗎? 你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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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演技術的 你必須嘗試不同的事情 你不會做得到的事情 但你必須嘗試不同的事情 去看哪一部分更有趣 好嗎? 下課 那說到表演課呢 有些觀眾應該會好奇說 我們瘦小桃德去上表演課 是想把他訓練成童星嗎? 想讓他去演戲啊 演廣告之類的嗎? 老實說我們並沒有想到這麼多耶 我們只是單純就是覺得說 他之前都有在上跳舞課了嘛 他對於就是肢體的這一塊 是越來越有自信的 那如果能夠有一個表演的課程 讓他在說話 行動上面也是能夠更得體 就是不要搖搖晃晃的啊 不要東張西望的啊 就是能夠更懂得如何去表達自己 我們覺得是很棒的 就像是小桃德之前 不是那個學習成績第一的時候 上台那個校長頒獎給他嗎? 那一次其實我在台下就 看得很清楚是 小桃德在面對緊張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這樣子甩手手 就是他就會在那邊甩手 然後有點不知所措的那種感覺吧 對 這一點呢就是可以透過表演課 去改善他的一些這些小動作 不自信的情況 那大潮的話呢 他自己啊就是從小的時候 他是小學的時候到美國的嘛 到美國之後呢 他即將面臨的問題 當然就是要學英文 他學英文的方式呢 是透過大量的看戲看劇 就是追美劇啊看電影 就每天沉浸在那個戲劇裡面 然後去學他的英文 他覺得這是進步最快的方式 因為他對演戲很感興趣嘛 那等到他自己高中的時候 已經有駕照了可以開車了 他就自己開車到好萊塢去學表演課 然後甚至到他大學的時候呢 他一邊在南加大上學 然後有交換學生到台大去讀戲劇系 他就是非常喜歡演戲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呢 雖然我大學的時候是讀幼寶 可是因為我大學就兼職當模特 然後呢也有接觸一些廣告啊 戲劇的演出 我就覺得說感覺好像需要更加的精進自己 就是不管每一個職業 他都需要有一定的技能跟基礎的一些技巧在裡面 所以呢我也有到北藝大去上 就是電影的表演 電影系的一個表演課程 我覺得表演課最大的好處 是能夠讓你快速的進入狀況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這是我們希望小桃德能夠提早接觸的原因 是你能夠忽視掉你覺得別人會怎麼想你 而是你就是知道我目前的任務是什麼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先專注在這裡 我現在呢要來煮的是 我們在Trader Jaws的門口 一進去就看到 它那個就是一個主題展示的感覺吧 一整區 全部都在展示這兩款麵欸 就是等於說這是他們新推出 而且強力推薦的麵 然後我跟大桃看了就覺得 非常的好奇好不好吃 所以就買回來了 然後一起來試吃吧 然後買這個拉麵的時候很好笑 就是我跟小桃德一起逛 然後大桃一個人在那邊就是找他要找的動食品嘛 我跟小桃德推過去的時候我就看到 哇那個麵看起來好厲害喔 我那時候本來有點心動 覺得很想要吃吃看就是新出的麵 可是我轉念我想到說不對啊 不是說要減肥嗎 不要買澱粉好了 然後我跟小桃德就推走 然後推走之後 過一陣子呢就看到大桃走過來 拿著這兩包麵 它果然還是經不起新品的誘惑 它太喜歡嘗試新鮮東西了 欸沒吃過 然後又在那邊門口強力推薦 就感覺不吃一下好像會吃虧 好這兩款都是乾拌麵 然後麵條都是有點像是倒銷的 跟有他們自己品牌 獨特出的一個醬料包 好黑色的這一款呢 有兩包就是調味的 黑色包裝的這個是芝麻醬 好先攪拌紅色包裝這一個 它的那個香油味很重欸 就是一打開的時候覺得超香的 然後平常啊如果要煮這種乾拌麵 我都會加一些小黃瓜 然後或者是加個蛋之類的 但因為沒有煮過這一款 我不知道它的醬夠不夠 所以我就沒有再多加其他的料了 反正就先吃吃看原味吧 它的芝麻醬啊比較會結成一塊 所以需要花點時間才能把它攪散 那它一直都是一大塊 那我先試吃紅色的這一款 我以為這麵條會像那個 我常買的那種台灣刀削麵 就比較寬的那種麵 這麵條吃起來 不像是我在亞洲吃過的麵條 它非常的滑滑的QQ的 如果要用很具體的 話去形容這個麵條的話 我覺得它是水餃皮 就是整個很滑很Q這樣子 我喜歡它蠻驚豔的耶 我覺得大草會喜歡麻醬味很香 可是它的辣度並不像它包裝一樣 就是噴了一堆火 我已經試吃了 可是我想看你的反應 畢竟是你買的你負責 我買的 這應該不用我說應該就很好吃了吧 因為太多那種華人在那個社群上 都分享說很好吃 而且那個Trader Joe都還擺在那個店門口對不對 對啊 好可以去吃吃看 這是微辣麻醬的味道 對麻醬的 然後帶點微辣在小辣之間 然後重點是那個麵的質地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它吃起來那個Q彈 就是幾乎有點像是麻糬的那種Q彈的感覺 滑順 對很厲害 好奇怪喔 不過這本來就是要煮的啦 但是那就是跟外面餐廳的完全一點都不舒服 就是它那個彈性真的是很 很厲害 然後火那麼大一顆 對不對 全部都是火 然後Spicy也是一個火在上面 英文這個叫做Squiggly Squiggly就是像這個有點螺旋狀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有點就是很Q很 很歪七扭八的那種彎彎去去的那種感覺 確實有符合那個口感 Squiggly 所以這應該就是不辣的口味 不辣 這一碗吃起來就像是水餃皮 再沾一點點醬油麻油和醋的感覺 就是調味上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兩種麵呢 我覺得買黑色的就好 這個就省了 因為對 就直接買黑的就好了 因為買這種東西其實麵 煮完不需要技術含量 所以買它就是為了它這個醬料膏的調味 那如果一旦醬料膏沒有特色的話 就你就浪費錢 我覺得啦 OK 好買黑色這一款 量完尺寸了 現在在這邊選號碼 哈囉我們今天呢 在AAU的籃球隊 小朋友也要選新的一季的就是球衣了 那這一次的球衣呢 是Nike合作款 所以呢 全部都要重新量尺寸 然後重新會寫上客製化的名字 但是呢如果你的號碼跟隊友有一樣 就是有別人已經先選這個號碼了 很有趣喔 他們要PK 就是PK贏了 然後你才可以得到這個號碼 那小桃德他要選4號 然後剛好也有另外一位隊友已經要選4號了 所以呢他等一下要進行一個PK比賽 看誰可以拿到這個號碼 不能的話那就要選其他的號碼了 很有趣的文化 然後現在場上都有許多場上的都是在PK的 喔齁齁齁 這是他們兩個的戰場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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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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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節目 i know good for me i can't be with you you can't be true and i know just what i got to do